小童你的理想性都摆在那了 都摆在那 那个就是理想性对不对 那也是以貌取人形 才不是呢 人家肯定有别的问题 大瓜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2020年即将结束 但是这个月的娱乐圈 一直没消停过 红星张丹峰被谣传离婚 当事人站出来晒照回应传闻 又有人爆料杨益和黄晓明已经离婚 不过夫妻双方都保持沉默 估计是对娱乐新闻已经见怪不怪了 刚消停没几天 周迅和高盛远宣布离婚 各自在社交平台祝安好 昔日浓情蜜意的夫妻好聚好散 这不何炯又被推上热搜 竟然是因为一年前录节目说的话 掀起了一股彻查明星 收粉丝应援里的浪潮 快乐大本营名声 更是被毁得面目全非 现在可能是想把何炯风波 从热搜解救下来 又有人爆料 陆寒关小彤将会在月底分手 而且这几个观点 非常符合关小彤和陆寒 比如两人观宣时 心风血雨 当年陆寒和关小彤观宣时 社交平台立马瘫痪 陆寒大面积脱粉 很多粉丝是痛心欲绝 女星是大长腿 考入北电视文化课和艺术课的成绩 都是第一 关小彤就是大长腿 双第一也非常符合 她当时考入北电的成绩 还有女星在2015年 和顾诸生男星还拍了一部电影 第二年便和这位男星传出恋情绯闻 当时男星在印字上发两人合照 这是男生在印字上第一次发疫情照片 最后爆料中还称 女星近期在拍一部古装剧 搭档男星是小猴子 并且还在被追求 这种种指向都非常符合关小彤 关于两个人分手的传闻愈演愈烈 仅一两个小时就引爆微博热搜 关注量达20多亿 网友还发现 关小彤的社交账号上 已经清空了关于陆寒的内容 但是陆寒的动态中 却悉数保留了两人的恩爱瞬间 最近一条 是今年9月为关小彤庆庆生的动态 有记者联系陆寒方 他们回应 没有事 根本没有分手 但是就在当天 关小彤用自己的小号 发布一条动态 其中几张照片的配文耐人寻味 本来 关小彤在大号发布 送给自己的宠物玩具 配文当着小胖的面 送给小黑心玩具 图片上的配文 也是很符合内容 看得出来 他很开心 但是到了小号上 画风就变了 他配文 我是个大孩子了 要学会坚强 并在配图中添加了 本胖独自美丽 所以爱会消失对吗 等文字 看得出来 有一丝伤感 更耐人寻味的是 明明两个人的电影 怎么还会有第三个人呢 难道是因为第三者介入 吃瓜群众纷纷脑洞大开 想当初两人官宣的时候 谁也不敢相信 就这么毫无征兆的官宣了 没有一点点防备 关小彤也大方回应 两人在网上 撒了一大波狗粮 不过陆寒却因为官宣恋情 一瞬间脱粉无数 对于偶像性爱豆 官宣恋情最为要命 因为他们的粉丝 几乎都是女友粉 看着偶像恋爱了 心里十分难受 心痛之余 就果断取关 不过陆寒当时的做法 也得到很多支持 毕竟明星也是人 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陆寒是个 地地道道的北京爷们 没有藏着掖着 他给了关小彤 最大的安全感 虽然以后 他的事业受到不小打击 但是陆寒丝毫不在乎 陆寒之前 曾是韩国男团 XO的成员之一 后来单飞回国自己发展 是偶像中的顶级流量 他唱歌跳舞很在行 还加盟了奔跑把兄弟 成为常驻嘉宾 至于陆寒的影响力有多大 在某一年 他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篇文章 一天转发量暴增 还因此获得世界吉尼斯记录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这就是顶流 再来说一下关小彤 父亲是一名演员 关小彤四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亲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剧 早期关小彤在电视剧中的形象 都是女儿形象 所以被称为国民闺女 不过后期 关小彤在剧本的选择上 有些失误 出演了一些烂片 把自己的路人员也拜得差不多 虽然是朝黑体制 但是关小彤不畏惧外界留言 勇敢做自己 说实话 我本人是很喜欢关小彤的 一个不作作的姑娘 在直播中吃生菜 吃大蒜 丝毫没有女明星的偶像包袱 在王牌对王牌的节目上 关小彤表现得也很亮眼 从不抢戏 就和华晨宇乖乖站在那里 和陆寒恋爱后 关小彤更像一些恋爱中的小姑娘一样 时不时发个动态 秀秀恩爱 在陆寒出演的《上海堡垒》上映后 关小彤还自掏腰包 请全剧组的人去看电影 陆寒和跑男团的聚会 也会带上关小彤出戏 两个人甜甜蜜蜜 献杀众人 他们两人的官宣 尽管后期总是有谣言分手 但是两人依然走过来了 这再一次让网友相信爱情 不过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两人好久没在平台上互动了 最后一次的互动 还是9月17号 关小彤的生日 作为男友陆寒蹲守零点送上祝福 配图一张搞怪照片 配文 生日快乐啊 精神小姑娘 小姑娘说出来 也是很有爱了 陆寒今年30岁 关小彤23岁 陆寒宠溺的称 关小彤是小姑娘 也是十分甜蜜了 虽然最近两人没有互动 可能是两人都是一人工作很忙吧 试想一下 两人官宣时就没有藏着掖着 很大方公布喜讯 那么就算分手 应该也不会有所隐瞒吧 不过我很好奇 关小彤写的三个人的电影 到底哪三个人呢 对于网络上疯传 关小彤和陆寒分手这件事 你怎么看呢 难道是真的某平台年底充业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话就关注我 带你了解娱乐圈明星 更多不为人知的事